康熙回来了!小S蔡康勇再度合体开新节目!新造型曝光!网民大合唱,终于等到你,还好我没放弃! 以幽默风趣的主持风格的康熙来了在2016年画下句点! 小S徐希蒂与蔡康勇的一搭一唱让观众网民难以忘怀! 近日,小S在自己的微博上传一张搭着男子肩膀的照片,并透露要开新节目,而对象就是右手边没露脸的男子! 随后蔡康勇转发此PO文,自动认领了小S的搭档之位 小S卸下康熙主持棒两年,之后在大陆主持姐姐好饿,近日又宣布要主持新节目,18日在微博写下,新节目,男搭档! 只见她穿着红色洋装,一手搭在身边的男子肩上,引人好奇的是,身边男子只露出半个肩膀,连头都没曝光,让人不禁好奇她的新搭档是谁! 没想到,蔡康勇不久后就转发此PO文,并写道,嗯,那,要好好跟对方相处哦! 承认了自己就是小S的新搭档,魁伟两年再度携手主持,让广大粉丝相当激动兴奋,据悉两人要合作的大陆节目叫做《花花世界》,预计会在大陆优护网播出,下个月就会开始录制。 事实上,康勇来了停播一年多,官方微博也随着停止更新,2017年9月突然PO文,相逢好四处相识,到老中午愿恨心。 大家,还好吗?贴文中还附上一张写有重逢,你好自然的照片,让外界好奇是否康熙即将回归,掀起不巧议论。 蔡康勇增探员,小S长路猜到她的地雷也是请此节目原因之一,她很喜欢嚷嚷要早回家,这件事蛮容易猜到我的地雷。 她透露,当时说要停掉康熙的时候,小S号去问她,是因为我平常说要早回家吗? 她当时认真回答说,有一部分是,奶奶摩爱早回家,我就让奶奶在家里都不要出来。 对此,蔡康勇解释,在我看起来,我们都是开关一打开来,就应该把事情全力以赴的事情,主持节目也是一样。 奶主持节目说要早回家,就代表你没有叛了老妮想要把这一集的节目做好吗? 她说要早回家的时候,都是自己认为把这集节目四个可以笑的地方做好了,所以才想要早回家,可是我认为没有达成啊,才三个半而已,我还会把那半个找出来。 这个地方,是我们 topl里面看起来。 呢 这 knot超那视频简�右边中实 liberal现在看起来。